你要經過三壘的時候 你要先有個小弧度 然後在你踩過三壘裡包的時候 你跟本壘是要取一個直線 最後你要做加速那個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我們剛剛有陳永貴 剛剛那個繞過來的一個過程當中 真的是繞得太大了 你當然是一定要有弧度 才會跑得順 但是跑太大的話也會減低 是 這個半局兄弟相對來守備了 在右外野的部分呢 換上的是張志豪了 這時候要上來接替郭建宇 這個球黃恩赤撈起來 打到的是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See you later 剛剛有一個精彩的美技啊 回傳球展現雷射尖 這邊是展現他的power 敲出去的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形成了也是一隻solo home run 這次的揚身拳一打也要幫助球隊 再追回一分 黃恩赤在今天球季呢 也是敲出了加入中華職棒 個人第一隻的全力打 本季個人守護 也是幫助球隊冠軍的一分 現在2比7 雙方5分的差距 所以2分都是靠全力打給打下來 那當然感覺上這根球 應該是黃恩赤有掌握到 不錯的一個擊球點 因為我們看到他打擊出去的時候 飛行的過程當中 其實球還還滿平的 也沒有受到太多風刺的一個影響 所以當然在所謂的攻擊過程當中 有時候你有好的手臂 或許讓你這種戰場打擊去 或多或少都會增加一點自信 那當然這一個的 的確是來到剛才的